交易部电子公文交换平台系统 从上个月27号下午就有学校发现故障了 到现在都没有排除影响到大家的作业 而其中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4月8号就要举办全国大学运动会的抽签会议了 要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上百封公文 这一下子都没有办法顺利收发 而另外就连学生就学贷款跟奖学金等等 这些具有时效性的公文也被卡关 再加上就快要放亲民连续假期了 担心公文来不及处理 让不少校方急得跳脚 而对此教育部在今天表示 系统已经修复正常运作 学校教职人员经常需要收发文件 只不过 有学校在官网发出紧急通知 表示教育部电子公文交换平台系统 发生异常无法收发电子公文 建议各单位改以纸本发文 由于有不少具有时效性的公文都被卡住 加上即将要放亲民连假 就怕公文来不及处理 不少校方真的急得跳脚 发文的对象是全国的大专校院 一百多所大专校院 那指本又要印出来又要去邮寄 那个时间上可能没办法掌握 五六天的时间一定已经有两三百封的来文 我们都没有处理 其中一定会耽误到一些有时效性的公文 其中台湾体育运动大学4月8号 将举办全国大学运动会抽签会议 要给全国各大专校院的上百封公文 都无法顺利收发 另外学生就学贷款 奖学金及特殊选材招生计划等 具有时效性的公文也被卡住 恐怕影响到学生权益 还原事发过程 有校方指出教育部电子公文系统 一般分为三种方案 但有学校在3月27号下午 发现方案3故障通报教育部 到了3月31号 方案1方案2也都出问题 无法收发公文 让不少学校相当无奈 更质疑过了这么多天都修不好 效率实在太差 可能会影响到学生权益 那我们也希望部里面在这个地方 可以有一些宽容的做法 透过游错或是延长收件的时间 对此教育部说明 系统已经在4月2号凌晨完成抢修 经测试目前恢复正常运作 后续会由系统克服 向受影响的62所大学 确认运作情形 记得楼居黄明胜台北报导